春去春远回 我走过的孤独很黑 难忘哪一刻 你走进生命的瞬间 我不是你 我心里竟是没有理由 被换的注定 在我的掌纹中你在哪里 如此的清晰 没有属于你是我的你 哦 我不信你 我姓名终于给的每个 考验和奇迹 在我的沧沦中 而是你 是否愿意 将开手 你回忆 哦 我不信你 抓起来 黄友权 我既然有心回来 就不会跑 有种 你有种 那这样老子 就让你得偿所愿 你们退下 让我亲自来教训你 就我跟你 一对一单挑 来啊 上次你修理的还不够啊 我回来不是找你打架的 那你回来干嘛的 我回来干活的 可是我找不到胡老板 所以向你来报道 你忙找老胡报道了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 去找燕王老子报道去 直接 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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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抓 抓抓就 rais 抓抓抓 抓抓抓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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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 到 别打了 别打了 来啊 别打了 别打了 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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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小心点 别动 就让我慢慢地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扔到黄埔江里去 来夫 走走 来夫 guaranteed 来夫 什么事 什么事 来 你疯了 跑到这来找死啊 伤着没有 是你 你 就是你 这到底怎么了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把你们两个眼珠轰掉 枪把挺好的 这是诸借重地 严禁私藏军火 更不能私之弄行 胡来 反正枪是你的 还给你 我只是替你妹子出口气罢了 你不需要把我当敌人看吧 哥 咱就送你院吧 走 待会让这小子到寻母房找我 我有话要问他 走 让开 走吧 看来我欠你的这辈子也没法还了 行了 这不方便说话 回去再说 走啊 请 请 谢谢 进来 进来 来来来 进来 你叫张来福是吧 哥 你想拿她怎么样 我能拿她怎么样 她现在是老佛爷大小姐照着 放心 不会有事 乐佛 我想见一下你的父母 看 你怎么会有我们家的相片 这上面怎么这么多写啊 这怎么回事啊 我有个朋友说是你父母的旧相识 几个月以前这个人去世了 在临终前 他委托我说一定要找到你的父母 这不踏破铁鞋无迷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他找我爹娘有事吗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说是有一些遗物 要我亲手交给你父母 这样 你现在回去准备一下 咱们明天就动身 去回你老家找你父母去 我去不了 水巡官 我是包身工 我不能随便离开上海的 要不这样我把我们家地址给你 你带他去找吧 你还是陪我去一趟吧 这样 你跟那个包身工之间的瓜哥交给我身上 又怎么了 我真去不了 我跟我爹娘说 我是来上海大展拳脚的 你说我就这样回去了 他们 怕家里人担心 是不是 心疼你 放心 这个也包在我身上 爹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这么巧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啊 你先说 我想早日跟清清成亲 成亲 好啊 娘有这心思 清清姑娘在咱们家 没名没份的 让邻居看了也不好 也让清清姑娘受委屈 你们要是怕人家说长道短 就帮我们干爹干妈 你不一定要嫁给长柜啊 这是什么话 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对 干嘛让清清 做长柜的干妹妹呢 父老人家你懂什么呀 长柜 你跟清清 绝对不能成亲 爹 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早上我已经替你订了一门亲事 就是东门头 那个刘寡妇 她手上有20亩钱 她需要一个男人能够帮她 爹 你要把我卖给那个寡妇 不是卖 是入赘 对 你胡说什么 这以后让长柜怎么抬得起头做人呢 我就是让她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我才大意留寡妇的 哎 我没用 好不好 那个长柜啊 从小念书绵绵得第一 我没有钱让她继续往上面 可惜了她的聪明才智不是吗 她哪点不如人 她哪一点不如那个镇长和村长他们那几个只会花点酒地的宝贝儿子 她就是不懂头呆嘛 碰不上一个好爸爸能够帮助她 所以才闹了今天吃不饱穿不暖 到处让人看不起 孩子 爹是为你想 懂吗 这是个翻身的大好机会 你千万要不给我把握住了 你 爹 我不愿意 我不要 除了晴晴我谁都不要 你眼睛睁大点好不好 你不想再出人头地了吗 人家留寡妇有什么不好 人长得不难看 手上有田有地又有风月 不是 哪一点委屈你了 哎呀 爹是为你着想也是为晴晴想啊 你们没有听过贫贱福学百事 不是 他嫁过来以后 他也不会幸福嘛 小两口都没事吵架 痛苦一辈子不是吗 爹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要那个寡妇的 你脑袋灌水了 这是买脱穷跟的大好机会 这是爹的一番恐星啊 你别再说了 无论如何 我只为娶亲亲 我只为娶她 不应当是父母做主 你要娶就是刘寡妇 秦晴这个媳妇 就算你娶了我也不承认 秦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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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秦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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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不想你将来恨我 你还是听你爹的话 我们不要在一起 不 我宁可跟你一起饿死 我也不要那留寡妇的二十亩田 我根本不稀罕 清清 如果我爹坚持的话 我们就远走高飞 阿贵 我救你一个亲人了 你真的不要丢下我 清清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从现在开始 我保证 这辈子我永远 永远 都属于你一个人的 要是没有你 我也不想活了 我 小海 好 你 这日子 寻在我的手上 你落下的眼泪寒冰 轻盈的泪滴 轻轻划过我的一生 春去春又回 我走过的孤独很黑 难忘那一刻 你走进生命的瞬间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是大哥 大哥 大哥 快放下快放下 成桂 大哥 你看又长胖了真是 大哥 这位就是令地吧 弟弟成桂 这沈大哥 庄大叔从上海来的 你好 沈大哥 我实在做不惯这个 我跟我弟弟走回去 你们坐吧 好 我们也跟着溜达溜达 来 成桂啊 真是想死我 成桂 会不会就是那紫桂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 你不跟张来福讲明来意呢 别说张来福 就是张氏夫妇 也不能说 看这样子 这张家的家境不太好 我担心他们利用朱子贵 去要挟余大小姐 万一敲诈怎么办 好 走 走 你真是老糊涂了 来福让你赶跑了 常规又让你气走了 这都快天亮了 怎么还不回来呢 不要再提这档的事了嘛 这一个二个真是不知好歹啊 我这不是为他们好吗 是不是啊 他们 他们走走走 那不去我也落个清醒嘛 是不是啊 就当我从来没有养过这种白眼狼 什么玩意儿 他会不会跟清清跑 我说不许再提了嘛 你耳聋了你 爹 娘 大哥回来了 回来了 娘 来福 爹 常规 上哪儿去了 担心死娘了 来福啊 你这半年回来一次 你在上海 你这 这是 这是我孝敬您和爹的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来来来 各几个 东西都放下放下放 来来来 二零啊 好嘞 放我 来来来来 这些啊都是令郎从上海 给你们特意带回来的礼物 外边还有 请两位笑纳 你们快看看喜不喜欢吧 这院子里还有好多呢 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得值多少钱呢 不贵 不贵 没错 你令郎今时今日 在上海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东西绝对不贵 不过要是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起码得半年的工钱 是吧 我的天哪 大哥 你在上海发大财了 我发什么财呀 我 我就赚点小钱 你在上海几个月 就这么风光啊 你都干了些什么事了 你是打架劫生还是偷情摸狗 你跟我说 老金儿 您放心 令郎在上海啊 做的都是规规矩矩的正当营生 你是谁啊 我们的家务师 你插什么嘴啊你 爹 沈大哥是巡捕房的巡官 是专门来找您和娘的 原来是 关老爷 我这刚才是冒犯了 您放松点 别怕 我跟来福呢 我们七兄弟情同手足一样 我这次找您啊 是想跟您打听人 什么人 有一个人叫朱焕廷 你认识吗 哦 朱焕廷 他是谁啊 想不到 他们居然不认识朱先生 是奇怪 不如我干脆告诉他们吧 你真的不知道 朱子贵的出生时辰 大哥的叔叔 是已经讲得跟你知道了吗 我只是想知道的更确切一些 那你要去下面问中文查探 朱先生一直没有跟你提起过吗 他的心一直在朱子贵倾母身上 知道李玉和去世 那也是后来的事 李玉和出生年远 他倒也说过 你要不要睡到 不用了 我会很快找出那个朱子贵的 爹 你们再好好想想 这个人你们真的不认识啊 是吗 可是这个朱焕廷 有我们一家四口的照片呢 真的不认识 是啊 你把我当成老糊涂了 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 怎么了 你发达了 回来耍弄我了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贫贱不能移 就算你再有钱 在我眼里都是一样 没用 爹 你要是真的贫贱不能移 你就不会要我娶刘寡妇 你就不会要我娶刘寡妇 你 我这是为你好啊 现在大哥回来了 你就不会要我娶她了 你大哥不会委屈了你 哎 好了 咱们做人啊 不能忘选 就算你发了财 这也是张家祖先啊 在天上保佑你才有今天啊 十年前 咱们离开老家的时候 大伙都看见了 张家祠堂已经破烂不堪了 你要是有心就把钱拿出来 咱们重建祠堂 重建祠堂 重建祠堂 重建祠堂的事先放一放吧 来福 你就常规这么一个弟弟 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他带在身边 常规这些日子在家里 带的够苦的 你娘 大哥 是啊 你帮我留在你身边吧 我保证我一定会很努力学习的 也好啊 不过 常规一定舍不得 轻轻把他留在这儿 所以呢 让他们两个先成了亲之后啊 叫两口跟你一块回到上海去 这可是咱们张家投一桩喜事啊 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要请全村人都来喝喜酒 可是要让大哥破废 这不大好吧 破废破什么废啊 我跟你娘 从小把他拉得长大 把他养得跟牛一样壮 花了多少心血多少粮草 我是说米饭 我给你算过这笔账没有 不要说 哎呀 为自己家人花钱是应该的 你就拿点钱出来给你娘 让他出去打点打点啊 我没钱 你说什么 我实话跟您说吧 我这 我这些风光都是假的 你什么意思 我在 我在上海 我这衣服是沈大哥替我借的 这些礼物是沈大哥出钱给我买的 我没钱买这些东西 够了 一句话 你还是个穷光蛋 你混蛋 你疯了 你干嘛打他 我是疯了 我居然指望一个没有心没有干的人拿钱出来 盖池塘 帮助他弟弟成家利益 我是疯了我 爹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不要解释了 你帮我当三岁小孩 气审得跟你非亲非故 他凭什么拿钱出来让你疯光 你是回来成我英雄的 我帮你逐出家门 你现在回来是拆我的台下我的面子是不是 不是的 爹大哥不是这样的人 你懂什么呀 你比他聪明 他这点本事你一学就会 他怕把你带回上海把他给逼下去了 爹你误会了 你给我滚吧你给我装什么短门你还呀 爹爹 我要你不要你回来啦 爹 老都饿死也不花你们钱 爹回上海去当大商业去 爹 爹 大哥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个缺点 你太在乎别人的感受了 到最后哭了你自己 常规你放心 大哥不会让你去留寡妇的 难不成你要替我上花架 嫁给刘寡妇 大哥 这些年 你已经替我挡了不少风云 这次事情我自己来 你别插手了 我总不能永远依赖 你这个做大哥的吧 喝酒去 满开 乖 你说 瓦能把你带出去 我能不想带你吗 可我那是干的什么活啊 别你爹的 不是 只要他骂我 他心里的高兴 无所谓 没想那么多了 来 走 沈新冠 喝上了 来 坐坐坐坐 博健 拿个杯子拿双筷子 来 来 来 坐吧 好 你们哥俩感情这么好啊 让人羡慕 我们是亲兄弟 感情当然好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曹操的两个儿子 曹批和曹 只是是不是亲兄弟 到头来还不是手足相残吗 谁是曹操啊 曹操 三国的 你们家里 就你们哥俩 小心点啊 那玩去别地方玩啊 小心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你们俩真是亲兄弟啊 看你说的沈大哥 那还有假 好 你们喝吧 我还有事不打扰你 慢慢喝 好 回见走吧 这个人有问题吗 鬼鬼祟祟 神统祟祟的 还有我们的照片 也不想让他想盖 哎呀他跟我说 是有个朋友 托 托他把衣物交给爹娘 所以他才来找我们的 来 张大树 我来帮你吧 哎呀去去去 别来烦我 是 是 别理他 把他进屋去 不知好歹 没事惊人我生气 谁又惹您生气了 来福不在家 我是来找您的 什么牛幻亭 猪幻亭 我统统不认识 走走走 别来烦我 有一个人您一定认识 他叫李玉和 你是李姑娘什么人 我是她丈夫朱幻亭的朋友 我是替朱先生来讨儿子的 弄了半天 原来朱幻亭就是那个 使乱中期的混蛋 什么丈夫 太抬举李姑娘了 她不过是被人玩弄 又被抛弃的可怜女人 李玉和在临终以前 把儿子交给你们抚养 对不对 常贵就是李玉和的儿子 对吧 我干什么要告诉你呢 我的儿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谁呀也抢不了 我们不是来抢人的 我们是来讨人的 朱先生已经过世了 她的原配夫人希望我们把她的儿子 接回去 继承朱家香火 你回去告诉那个婆娘 让她死了这条心 我没有多余的儿子可以卖给她 老先生 你又误会了 没人想买儿子 我们是来领人的 而且朱家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即便想出钱 也不会是什么大叔 老先生 您就凭着良心 让我们把人带走啊 小职日后 忘不了您这份交情 哎呀我要你这份交情有个屁用啊 你们谁都不要想再打我儿子的主意啊 李姑娘临终之情千嘱咐万嘱咐 要替她的儿子改名义姓 为了就是不想在她那儿宝贝儿子 沾上去你朱家那儿半点鞭 常贵果然不是你的儿子 他是我的儿子也好 他不是我的儿子也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走走走 常贵他不是我儿子 但是你们也带不走他 快 快走啊 老师 快 盛行官 朱英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相信大小姐有心替她丈夫找儿子 绝不会吝啬钱财的 你这样磨蹭下去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人带回上海啊 啊 大小姐既然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 我就得把它办妥贴了 你如果不带凡 可以现在就回上海去 你别拿大小姐来压我 我只知道大小姐千叮万嘱 要咱们尽快提到找人 你要去哪儿 去他家拿人 哎 爹 你回来干什么 滚 爹 大哥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不要上他的当啊 他有钱不愿意拿出来 故意装得一副可怜的样子 他这种把戏啊 别想骗过我 爹 不要叫爹 我不是你爹 你这个打架结社 朝奸人命 忘恩奉义 无药靠教的东西 我什么时候你叫他儿子 你给我滚 滚 滚 你也给我滚 我的儿子一个也不卖 这十块八块钱你当然不肯卖 不过你大概不晓得吧 朱焕亭在上海是大富豪啊 还有朱焕亭的妻子 她是上海首富余福音的大女儿 你只管开个价 依我看这十万八万没多答问题 他在说什么 你在 朱焕亭是玉和儿子他爹 现在他死了 他老婆要派人把玉和儿子捡回上海啊 他就是玉和的新生儿子 你把他带走 我一毛钱不要你 走 带走 你干什么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你的大姐姐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大哥送我的 别断摸 这是你的 沈大哥 张先生 到底哪一个是你的儿子 哪一个是玉和儿子啊 这个玉瑞 是来福的 他才是朱子贵 不 他才信朱 张先生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这个玉瑞 本来是挂在他的身上 我看好看 所以我把它摘下来 改带在我亲生儿子来福的身上 就这么回事 你说什么呀你 常规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玉和儿子 是来福 你糊涂了你 你才糊涂了你 你 你怎么回事 谁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你心知肚明啊 你为什么一直说来福是人家的儿子呢 我明白了 你看人家朱家是大富豪 你财迷心窍 你想礼貌换太子啊 你 你真是朱 你爷爷 你会折福的 你知道吗 你不要讲话 听我说 那良心在哪里啊 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 玉和在天之灵吗 你再这么跌生倒死 我马上坐死在你面前 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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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出来对不对 说不出来 你还是看到吧 钱质比什么都重要啊 你天哪 我马上死给你看 我坐死 我死给你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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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做寡妇 你就给我闭嘴 你才没心窍啊 娘 我跟大哥 到底谁是你亲儿子啊 你给我起来 当然了 他希望你是他亲儿子 来福才能去享福嘛 我不跟你开玩笑 我今天把老命都豁出去了 我不许你这么媚的良心 硬拉着自己的儿子代替常柜 到人家家去什么 任主归宗 你要是敢这么干 我马上死给你看 听见没有 好了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你可以带他走了 真的是这个 不是那个 你 你说什么 你是说我张伯通 说的话是假话吗 我老实告诉你 你 不是他 也不是他 玉和姑娘的儿子 早就让我掐死了 谁啊 你满意了吗 你 滚了 潘贵 你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 我接你去上海 我不想去上海 我也不想见那个姓鱼的女人 除非你们答应 让我爹 我娘 我大哥 还有我未婚妻 陪我一起去 没问题 爹你可跟我们走 听到的事也好商量啊 没事的话你们先走吧 不送了 世南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慢慢你就会明白 你真的相信张常贵就是朱子贵啊 你认为呢 不知怎么搞的 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难道你一点怀疑也没有啊 我的任务 是替余大小姐找到朱子贵 现在人找到了 我也可以交差了 何必咨询烦恼 万一张来服务才是朱子贵呢 哎呀 要是弄错了 他们如何向全校的出宫交代呢 这个朱子贵的名堂 到底是服是货 现在还不清楚 将来才有分析 你相信余大小姐 会把自己丈夫聘头的儿子当宝贝吗 嗯 如果那个张来服真的是朱子贵 说不定我们已经为朱先生办了一件好事 你是说余大小姐会向朱子贵报复 这可是你说的啊 将来要是传到余大小姐儿子里 你可千万别把我牵扯进去 我真的是有钱人的儿子 我真的是有钱人的儿子 爹 娘 以后你们不用吃苦了 我一定替你们盖一间好大的房子 还要买生个丫头来服侍你们 爹 吃点苦散得了什么呀 只要你能出人头地 爹就安心了 啊 是不是 你是什么样子啊你 你给我回来 就算你为自己的儿子好 你也不能让他做冒民警惕的事情嘛 就算他发达了 他也不会把你当菩萨一样供养了 你何必为了他违背良心做个小人吗你 爹 您跟沈寻冠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当然希望你不是我亲生儿子 你为什么不弄面镜子 你照着 你跟常贵谁长得比较像我一点 这话算我没说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各有前程 莫现人 你知道 常贵能有今天 完全是因为他前世兄来的福气啊 你拿刀拿枪你抢不了 珠子棍这三个字 我跟你娘不一样 我比你有良心 爹 好了 爹请你到酒馆去喝酒去 庆祝你啊 斩断穷根 正志高飞 爹 请娘一起去吧 不用 你在家给我好好反省 那请大哥跟清清一起去吧 你也不用去了 我知道你要好好问问你娘 你还没死这条心呢 是吧 走了走了 我们走了 清清 走了 来福 你好 你好 娘对不起你啊 怎么对不起我了 娘要告诉你 娘要告诉你 娘对不起你 你不用告诉我 我也不听 我就是你的儿子 您就是我娘 要是您不那么讨厌我 就让我替常贵 替他 替他永远留在您和爹的身边 释放你和爹 猜到什么了 没有 我什么也没猜到 我也不用猜 我现在知道自己不是朱子贵 我可高兴了 朱子贵他爹 除了有几个臭钱 有什么了不起 他就是个使乱中气的 好色的大混蛋 朱子贵他娘瞎了眼了 怎么会上这么一个混蛋的当 娘还是对不起你 娘 不许再提这件事情了 以后让我继续留在你和爹的身边 行吗 你娘地下幼稚 知道有这么好的儿子 一定会高兴的 别哭了 她两个人都给门了 不许多了 她是个之一的 她是个之一的 高兴的 她是个之一的 手 她是个之一的 她和爹的 她是个之一的 魄 都是大夫的 麻木 你的赋做了 我总算可以出人头地的 我总算可以出人头地的 我的脸色 我有钱 我有好多好多钱 你先坐下 你辛苦了大半辈子 你总算可以扬眉吐气 我就靠你了孩子 黄马子 快给我干净磕头被罪 要不然我猜死你 你别这样 别拆死他 把他留着 咱们慢点折磨他 呸 怎么会这样了 黄马子 臭婆娘 你给我跪下 来来来 这是啥了 把他扶进去好恶心 快去快去 大疯子 来吧 过来 你娘是不是还在说服你 说你才是真的珠子棍 要跟那个珠子棍 你们来个龙虎斗 是吗 说话太过分了你 你要跟我说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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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好 好 往哪里去 都随你 一生全名爱着你 陪你演出对手戏 我毫不犹豫 不管未来在哪里 你的绝情和经历 若不天干净是你完美眼睛 你去把牵手锁着删起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竟然莫里是你完美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都随你 你去把牵手锁着 你去把牵手锁着